现在我来介绍互斥事件 何谓互斥事件呢 就是说两个事件它完全没有交集 完全没有交集的话呢 也就是说它没有共同的元素 那么它的几率 A交集B的几率就会等于零 那也就是说的话呢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话的判断它是 这A跟B是两者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一个交集都没有的 那么用一个例子来让各位同学来思考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是不是互斥事件 52张牌抽一张牌 A事件是抽到K的几率 事件B呢 是抽到红星 问这两件事是不是互斥 那么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看A跟B有没有交集 抽到老K跟抽到红星 同学发现了 有交集对不对 有交集是哪个交集呢 就是红星K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两个事件是否互斥呢 它不是互斥 它的话呢 它的几率我顺便写一下 P A交集B是多少 我们的话呢 让各位同学来回答 这个的话呢 唯一的一个就是 红星K 所以是52分之一 是不是零 不是零 所以的话呢 它不是互斥的事件 我应该是红星K 我也有 cer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